再来关注瑞典的垃圾分类 目前瑞典的垃圾循环转换率 已经达到了99% 只有不到1%的垃圾被填埋 每年有230万吨垃圾 通过燃烧转换成热能 同时还从挪威 英国 爱尔兰等国 进口130万吨垃圾 才能让本国的回收工厂 继续运营下去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在瑞典 人们已经习惯每天进行垃圾分类 但是在早些年并不是这样 他们曾经经历过 警察协助监管垃圾分类的时代 在瑞典垃圾监管并不隶属于同一部门 食物垃圾和一般垃圾 都是由市政府进行管理 包装纸则是由包装纸业公司 进行监管 瑞典最有特点的就是 地下真空垃圾密闭处理系统 该系统是通过切换阀 来实现分类功能的 真空抽吸系统将数百个垃圾带 吹入旋风分离器中 最终垃圾带送入容器中并被压缩 当容器装满时 再由集装箱卡车运到相应的能源公司 收集集装箱一周一次 可减少90%的垃圾车运营 并且也可减少随之而来的噪音污染等 瑞典环保局的数据显示 2017年瑞典处理了478万3千吨生活垃圾 相当于每人每年473千克 瑞典政府在2020年的目标 是将食物垃圾中的50%用作天然肥料 另外40%用于产生能源